今天要跟大家做的教學是有關於SWITCH黑商店的教學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教學呢? 因為很多人最近跑來問我說黑商店怎麼不能用啊 然後怎麼都沒有圖示 然後下載也不能夠下載 所以呢 就來做一集如何手動去更換你的黑商店讓你正常使用 那還記得前不久前呢 就是有做一個它是可以自動更新的嘛 那現在呢看起來那個自動更新已經失效了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自己去手動把它做調整 然後才可以做下載 那有時候你可能圖示有出來 但是下載的路徑失效或者是太多人同時上線下載 它也會造成它暫時不能夠用 等一下我都會一併講給大家聽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目前手上這個版本呢 它其實是英文版的 就是等一下我們更新之後它會變成這樣 所以你不用緊張等一下還是可以把它調成中文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目前的樣子 好 目前呢 大家的問題大概就是 你可能黑商店的遊戲非常的少 那你沒辦法去做下載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你黑商店 它雖然有很多遊戲 但是你下載不來 這樣都是不行的 那這邊很幸運的呢 我們有找到就是國外他們有做的整合包 那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呢 就是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解壓縮到你的記憶卡 那它就直接可以幫你升級啊 算是升級 就是那路徑的部分啊 黑商店的內容 它都會幫你做升級 好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前兩個 那一個是C大 這個是那個大氣層整合包的高手 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你有想要了解更多的Switch 或者是一些破解的 你都可以去加它 這個連結我也都會放在下方 然後第二個 這一個不知道是哪一個的 它提供了一個非常棒的整合包 那是有關於黑商店的 你只要呢 去把它的整合包下載下來 解壓縮到你的記憶卡 那就可以了 那應該說這兩個 給我們的東西都非常的好 它都是用同樣的方式 解壓縮到目標的記憶卡 覆蓋就可以了 這邊呢 我們第一個下載的是那個 黑商店的修改的部分 那它的檔案呢 你下來下來 它是一個Switch的解壓縮檔 那你可以把它解壓縮 就是按一下解壓縮到 然後就看你的卡是哪一個 那我這邊的卡呢 它是1槽 好那 它是 資料夾是Switch 這裡 那它解壓縮過去呢 它就會把它覆蓋住 那我們按一下確定 它就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把它覆蓋這樣子 那你這邊就 打一下 全部接式 然後它就會開始解壓縮了 就這麼簡單了唷 再來呢 第二個檔案是C大給的 那這個是修復那個Google Drive的 就是它可以提供我們Google Drive的路徑 應該是說修復黑商店的路徑 那這裡呢 你就會看到黑商店然後FIX 然後解壓縮檔這樣子 那你可以直接到C大下方的網站去下載 這個我就不另外提供了 但是那個網址我會放在那邊 有五個 那你就自己分別去做嘗試 那你就自己分別去做嘗試 因為Google它有那個容量的限制 就是你同時間到達多大的量 那它就不能夠下載了 所以你要 等於說你要換來換去就對了 如果這個不行你就換另外一個 那你可以 就是我們剛才那個修復黑商店的試過 它不行你再換這個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備用 這個先做備用 那方式也是一樣 就是先到這裡 然後解壓縮 然後再到你的目標資料夾 這樣就可以了 一樣把它覆蓋住就可以了 好下載搞定之後 我們現在把卡插回主機 然後打開黑商店 好這邊呢 它就會幫我們 把剛才我們修改的黑商店的資料 全部都灌到裡面去了 你都不用去做任何的修改 或者是去更新它的路徑 你剛才覆蓋的其實 就已經做了很完整的修整了 好那現在已經進到黑商店的 最裡面了 那這裡你看左側這裡是英文的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還需要去修改一下 然後我們先檢查一下看 遊戲有沒有在裡面 那可以看得到其實 遊戲都還有 所以 這樣的更新它是有成功的 但是等一下我們要試試看 下載是不是也是成功的 那我們先改一下語言的部分 語言的話呢你就要找到 Options 它是在左側這裡 Options按一下 然後呢 這裡的話是在 第三個有一個Language 你要先選第二個 地區這個先選一下 好我先往下 好那你選一下它的那個 地區 唉唷跑掉了 選一下地區啦 地區的話你就選那個HK就可以了 香港 然後再往下 好HK調好了 然後這樣的話呢 它就是繁體中文了 好這樣就繁體中文了 HK然後ZH Language是ZH 這樣就是繁體中文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重開一下看看 好接下來我們把黑商店再看一次喔 看看是不是真的變成繁中的 好等它跑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側這邊啊 你重開之後它其實就變成繁中的囉 所以不再是英文的版本 那這邊 我們隨便來下載一個看看喔 看是不是真的可以 下載順利 好點進去 這邊它就會開始做下載了 好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載的速度有跑出來的喔 所以 這個是可以正常下載的 那萬一你遇到不能下載的話 你就要去找那個C大的檔案 再去把它覆蓋一下 那有五個啦喔 你就看哪一個可以 因為有時候可能大家都選那個檔案 所以那個檔案在目前是滿的 那現在 你試過第一個黑商店的修改 之後啊 你先看看它可不可以正常 如果可以正常的話 C大的檔案你就不需要再去弄 那就可以直接用了喔 好那今天的黑商店教學就到這邊 你有需要相關檔案 就到下面去做下載就可以了 那直接覆蓋安裝 就可以搞定了喔 好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幫我按讚並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掰掰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